怎么说缺钱缺的是什么 因为现在钱就是尊严 钱就是爱情 钱就是自由 你比如说 我敢说 我现在就拜金主义 所以你为什么批评孩子 什么拜金主义 因为我现在觉得 我对这个社会一切的感觉 你说我俗也好 我有我的喜好 我有我的精神世界 可是我仍然认为 赚钱第一 我确实把钱看在 特别重要的位置上 你看 所以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 我们都曾经视金钱如粪土 我也曾经 但是总有一个时候 让你觉得 这钱呢 太那么重要 不是粪土 钱不是粪土 钱不是粪土 我们自己才是粪土 真的好 有了钱粪土就不是粪土 你们能想起来吗 就是什么时候某一个时候 你觉得要挣钱了 钱很重要 是碰到了什么 你 你们能想起来吗 我据说第一个据说 我第一次觉得 我不能不把钱当做大事的时候 是自己有了孩子 我可以告诉你 我在这之前过的日子 很多男人是这样 我过的所有日子 一定比你们三位更贫困 我不要讲这个 因为我年纪比你们大 我是按货龙胜利出来的 我以前再穷的时候 我都不怕 我第一次怕我没钱 就是因为有了孩子 对了 这是很多人有功的 我好 轮到我 我跟丁教授相同了一半 我也是唯一一次 升平觉得 而且是真的穷 要去银行借钱 我还借了三千美金 你干嘛 非常取入 你干嘛 接下来你们你干嘛 我就是跟你对了一半 第一个我生了孩子 那年我小孩出生 然后我同时买了房子 然后孩子跟房子 在香港买房子 我生了孩子很高兴 高兴的时候 雪就上大脑了 上大脑冲昏了头脑 刚好暑假回香港 觉得在北角一个房子 还蛮便宜的 三百多万这样子 然后三百多万 只有什么十五平方米 小小的 刚好可以站着睡觉 那个地方 那我就买了 结果买了房子 要生了孩子 那个负担就很重 那当然 我还记得 回到美国 继续读书了 读博士学位 才发现钱不够用 所以年后再加上 一个说起来惭愧 我那时候非常好赌 你也知道我好赌 每个礼拜开车去 那些原住民的赌场 有人说好吧 赌一下吧 赢回来吧 把房子赢回来 结果几乎输了两栋房子 结果说一下去银行借了 后来借了三千美金 我觉得那种羞辱的感觉 赌银为什么借不掉 赌银是借不掉的 后来我借掉了 很少有人 你觉得当时为什么 不剁手也要去赌呢 我说过了 因为在澳门输了一把很奇怪的 有点像简单来说 赌了三个通宵 我老婆陪着我在旁边 你老婆在旁边 我老婆是穷 你老婆 把我穷坏的 是的确穷坏 然后赌赌赌赌 什么信用卡都拿去刷来赌 然后输光了 最后一把再刷 刷了几万块港币 丢下去当庄 长话短说 就是好像有没有看赌神 那种片 我拿了四个K 对方拿了四个A 我的天啊 然后刚好在这个时候 外面天亮了 传来一声鸡蹄的声音 但我觉得冥冥中有暗示 这是老千啊 不赌场 我不觉得最好晓得了 因为那时候感觉是天 把我服了 天亮我不赌 哪有最后一把 拿压最多 好像五万块港币的 下去我拿四个K 你拿四个A 这样 那我就 就跟老婆说 回去借赌 然后呢 天亮了 就去码头买船票回香港 去黄大仙 就拜拜 后来信佛了 我也修佛 当然不去黄大仙了 当时就去黄大仙 说不赌 以后所以不赌 所以那些赌徒 应该多找找鸡 是吧 今天鸡脚 你这个赌的经验 我印证了 我父亲的另外一个经验 我很有趣 为什么我不赌博 就是因为我父亲 跟我讲过一个道理 他说他赌博啊 在政治上帮了他 我父亲是乡村里面的 那个传统的郎中 郎中 医生啊 他说呢 郎中呢 他说 得来的收入是现金 他的同事们的郎中 得了钱以后就买地 等到1949年解放以后 很多人就被判成地主 对 那就惨了 他喜欢赌博 他不喝酒 他抽烟 他赌博 当然他有个很好的一个 一个一个客制 今天带多少钱 输掉了 不会寄钱去赌博 然后第二天 他再行 赚了钱 再来赌博 所以到了1949年的时候 他一趁地都没卖 都没买到 结果家里 还是继续保持平隆 这个有 玄乎济世 和烂赌 所以1949年以后 他一直成分好 活动我就完蛋了 就像活成鱼华的 活动就完蛋了 所以可见这个革命 是颠覆了我们很多传统观念 传统的道理 对吧 传统观念是 你不应该赌钱 有钱要买地 就革命一来 是赌钱救命 这就说明 革命是重新洗牌 对它能让四个坤 变成四个尖 文道还没回答这问题 我好像我想不太起来 我当然比如说 你到今天还觉得 你可以把钱给别人 你当然是一对有钱 所以你没这个概念 你太有钱了 不是 就比如说 我当然遇过很没钱的时候 比如说 哎呀 想找工作或怎么样 但是我倒 没有很急切的感觉说 钱太重要 很缺钱 因为我想主要理由 我第一 我没孩子 你饿过房子吗 你也没饿过 我没房子 没有 我饿的意思 就只不过是 比如说我剩下 比如说几块钱 我去面包店 看看我买得起 哪一个面包 我就买了那个面包 吃了就今天 但是我从来没觉得 太担心这个问题 不知道为什么 这很奇怪 所以这就是 觉悟的人 不是 不觉悟 我当年很不觉悟的 就欲望很多的时候 也总是不觉得很担心 我总觉得 我很需要的时候 我大概还是有办法 其实我觉得 我真正开始败金 就是从前几年开始 在此之前 咱们就是 我觉得我都是 还是 不说是金钱如粪土 但是就是说 有的钱我是不挣的 你比方说 你让我走红地毯 扫的话 丢人不丢人 我就不去 然后 比如说 甚至是拍广告 哎呦 我这天 几百万的广告 我就能推 为什么推 因为这么傻逼的一个理由 我今天想起来 就是说 我觉得呢 那个广告照片啊 他是想让我做一个 致近视眼的一种医疗的 那个致近视眼的那个广告 我就因为听了 他说啊 你要拍个照片 都放在机场 火车站 这个照片呢 就是说啊 我治好了近视眼嘛 就这样 我终于摘掉眼镜了 就这样 哎 我仅仅是因为觉得太寒碜了 我讲到的是 我说我的私人的朋友圈 他们要是从飞机下下来 看见了 哎 可是这跟几百万怎么比啊 我你知道吗 可是当时你看 就像您说的 一个人吃饱了 全家不饿 这钱哥们可以不赚 没问题 不丢这人 可是你知道 我是个复合的原因 一个就是 你就是 妈妈 就一下子进了ICU 再有一个呢 就是说 哎 你喜欢一个女孩 我就说跟这个有关系 我过去 那天我还跟香港人 一个香港导演说 我说我们这岁数的 没有习惯说拿钱泡女孩啊 我们年轻时候都是空水淘白狼啊 就是一杯水啊 孩子还什么呢 就是要花钱 现在也是 我意识到你可以跟人家谈恋爱 可是真的你想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人家家里也要钱的 所以说这种复合的原因 在中国这个社会里 我就觉得哎 钱能我有爱情好吗 我也纯洁 我也有人性 但是我仍然觉得 钱 就最好了 就就有了钱 我这些都可以一顺百顺 没了钱 我这些 你讲这个道理啊 还没有 我听到另外一个道理 对我更正经 我们中国人都说 犹太人会赚钱 犹太人把钱看得是高于一切 全世界我们都知道 有钱的犹太人 就是完全的犹太人 金融家 终于有一次 我被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最好的朋友 他是犹太人 他们家邻居就是基辛格 他就讲 但你们这些亚洲人 总认为我们犹太人爱钱 他说我以前为这一点 让他很羞耻 因为他跟我们是一代人 他比我年轻几岁 后来他说我的父亲 跟我讲了一句话以后 从此以后我就知道 为什么我们讲四世代的爱钱 当然自从在欧洲 当然在亚洲 还没这个经历 在欧洲 四世代的犹太人 一旦遇到了 迫害犹太人的时候 无论是有什么理由 最后能把一家人 把一家人的命买下来的 就是钱 但是犹太人不是爱钱 犹太人爱的是这个钱 能买下来一家人的命 所以我们要把钱足够的撞多 我们因为不可能 死亡任何人 任何政府 任何法律 在欧洲 你说的就是我在中国的感觉 我认为我要不多 短点钱 我靠不了任何人 包括很多年轻人 没人来救你 你说吧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 不管是公营还是私营 你最后你明白了 一切的服务 就是为了赚你的钱 学校也是要收你的钱 老师也是要收你的钱 去个交流项目也是要钱 你干什么 你都是要钱的 更重要的是 更重要的是 医院也得要你 医院要你的钱 所以文道 你就讲 回去我刚补充了第三个问题 我刚我们前面讨论 都有年轻人什么缺钱 我说还有第三个问题 为什么没有人愿意帮助 拿钱帮助 刚文道给的说法 会被查 所以我说很复杂的手续 真正种种理由 没有一个相对妥善的公共 或者说私人的援助制度的时候 大家没安全感 所以刚爱钱 要钱 拜金的背后 其实是怕穷 因为你一穷就死无葬身之地 想申请公共援助 政府借钱没有 或是说很羞辱的财人友 很羞耻 那很难受 要跟人家要钱 没有尊严 所以爱钱是很隆同 的说法 为什么我爱钱 像我也爱钱 背后的动机 就可能每个人都有故事 像你刚说的犹太朋友 什么 像我刚说 为什么我去银行 本来非常正常 跟银行借3000块美金 给他历史 那种羞辱的感觉 我一直忘不了 因为我小学 来年 对不起 来年 大概来年 1993 我小孩刚出生 然后因为我小时候 我妈妈也爱赌 我们赌是遗传的 跟你喝酒一样 什么家族啊 你家应该举家敲 你爸爸 所以天上人间倒闭而哭 然后你妈又爱赌 这一本上四个字 调毒引吹 我这种私毒 吃喝调毒抽 坑坑拐骗偷 我家族也是这样 然后我妈爱赌 那时候赌了钱 家里也的确从贫困以前 然后我记得 湾仔不是有压店吗 当铺 当铺 对 他带我跟我姐姐 左手牵着我姐姐 右手牵着我去当铺 当一支表 还是什么表 当铺都要进去 要柜台很高的 你抬起头来 那个人坐得很高 往上看 一来为了防盗 让你藏不掉他 二来就是给你这种 没专业的感觉 心理压力 是的 压力 然后拿下那个表 看见我妈 然后就说 难表一个25元 要不要当 然后眼睛还深眯眯的 我小小看到我妈呢 当然我妈也深眯眯的 看回去 对抗那感觉 可是我妈 有没有深眯眯她的事 重点是我觉得非常屈辱 为什么要跟人家求 这六十年代是 六十年代 七零年代 出六十年代底 我大概八岁九岁 我一九六三年 然后可能那个根源 到后面我有一个弱点 很讨厌求人 任何事情 很讨厌 一求人家帮 不帮我就觉得 我宁可死 很丢脸 帮我 我就觉得欠了她一辈子 好像这怎么还都 还不了那种感觉 所以说爱钱 其实背后有不同的理由 你刚才说一个 妈妈的生病的事情 犹太人是一个 只有叫家伙 追幸福 从来没有缺过钱 对 可是有从来钱 不借给我 所以你知道没有 我可以 我借 为什么说缺钱 缺的是什么 因为现在 钱就是尊严 钱就是爱情 是吧 钱就是正业 钱就是自由 钱就是自由 自由 对吧 如果我们把这个 都等值于钱 我认为 你不能指责任何人 败金